随后吃笑一声 双手架在下巴下 又露出了那幅让人看不透的虚假笑容 好啊 我记住了 一个是王国的骑士公爵 一个是爆发护家的千金小姐 两个身份差距极大的人居然成为了未婚夫妻 莱丽娜四处看了看 确定没有旁人在后 开口问向面前的公爵大人 他们之间的契约还有没有别的人知道 努尔贝特如实回答 这份假未婚夫妻契约确实还有别人知道 其中一人就在宅邸中 而另一人努尔贝特却并打算现在告诉莱丽娜 可莱丽娜毕竟是知道未来走向的人 在宅邸中的人指的一个就是泰勒 而另一个深得公爵信任的人应该是首席副官吧 既然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那在宅邸中就要表现出甜蜜相爱的样子 努尔贝特也明白莱丽娜问这句话的意思 直接开口说道 不管是在家还是对外 你都要成为一个非常爱我的未婚妻 莱丽娜突然打断了公爵 想要调整一下契约中的内容 因为她发现了一个问题 公爵一直都是用你来直接称呼她 莱丽娜提出她要称呼自己的姓名 努尔贝特欣然同意了这一点 健壮莱丽娜继续距离力争 希望至少可以获得在房间内的隐私权 可努尔贝特好像并不想放弃随意进出她房间的权利 但莱丽娜的态度却非常坚定 两人对峙了一会后 努尔贝特还是同意了这个请求起身离去 那这次愉快的见面就到此为止了 我先回去了 有需要可以直接说 愉快的吗 难道她自己很享受吗 莱丽娜虽然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阴阳怪气地笑着向她告别 谢谢您这么为我着想 感动得我都快哭出来了 公爵大人 可得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一个人独处的空间 努尔贝特听后也没有生气 反而笑着对了回去 怎么能叫未婚夫公爵大人呢 应该叫努尔才对 我亲爱的莱丽娜 第一次见到性格这么恶劣的男人 吃了一点亏都要让人吐回来 努尔贝特见莱丽娜僵硬的样子笑着说道 你不愿意叫我努尔吗 那要不咱们起个爱称 别别别 绝对不要 直接叫名字就好 莱丽娜果断拒绝了她 叫爱称也太恐怖了 之前光顾着对这家伙 居然忘记自己也要装出爱着公爵的青涩少女 不仅要表现出亲密无间的样子 还要叫她名字 莱丽娜想想就觉得恶心 那你叫叫看 面对努尔贝特的话语 莱丽娜并不打算理睬 想要敷衍过去 可努尔贝特却突然挑起了她的下落 一阵言辞地说道 如果没有叫顺口到关键时刻是叫不出来的 乖 我的名字叫什么 莱丽娜被挑逗得脸色通过 如果正常情况下她当然能叫出来 虽然面前的男人性格恶劣 但帅也是真的帅 莱丽娜看着紧贴着自己的英俊面袍 费尽力气才结结巴巴地喊出她的名字 努尔贝特似乎并不满足 还想让莱丽娜再叫一遍 莱丽娜听到后瞬间清醒 拳头紧握羞涩全无 再次喊了一遍她的名字 努尔贝特十分开心 努尔贝特夸赞莱利那一番后 向她告诉她